智慧要开发 色深就要清净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冬天到了 这个季节最适合读一读书 尤其是读一读历史 或者老子 皇帝内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这个挺好的 冬天是藏的季节 要把自己给藏起来 我感觉学皇帝内经 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禅宗提倡要打坐 要熟悉 这就是跟身体沟通的方式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行尸走肉 就是灵魂跑太快了 身体跟不上 虽然用了这个身体肌十年 但它究竟是如何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 打个比方 吃饭 你吃进去饭 你能知道 拉出来 你也知道 但期间是怎么运作的 就很难知道了 这个色身 也是藏住大秘密 古人讲的 身安则道龙 修道人这个色身 如果摆不定 也是很苦恼的事情 冬天到了 冬天到了 就要收藏 那就少运动 现在人只有动 耳末有运 你看 跑步 或者打篮球 或者你去跳街舞 或者广场舞 这都是动 动是肢体在动 那运了 则是五脏六腑都在运气 这个才叫运 那打太极也是运的方式 我看很多广场舞 阴厄声音开得很大 这就是第一点损伤 就是肾气损伤 耳朵要接受大声音 要好肾气 而且扰乱心神 心中藏住神 他主静 人在静时 心神就凝 你看打坐时 好像没有动 其实体内一直在运 那广场舞 动作虽然很好看 好像全身都有动到 但是否有把自己的体内 给练习柔和呢 那就不知道了 但我们现在静不下来 福报只能如此 动一动 出一下汗 至于更高境界 就谈不到了 那冬天 也是不赞同出汗 经常出汗 是肾虚 以前人比武 看输赢 不是看谁把谁打趴下 而是看谁先出汗 谁就输了 练武先练功 就是看谁的功底比较强 那功底是什么 是肾气足不足 如果要做运动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运动 就是你去捡垃圾 第一消你业障 第二个 捡垃圾时 心中染污的念头会很少 这就大到了静心的目的 这使你的心很善了 心正了 身体就会好起来 修行其实要很符合天地运行规律 出家人晚上九点前睡觉 第二天四点起来 这个比较符合宇宙规律 现在有的人修行 半夜起来拜佛 或者搞个拜佛拜个通宵 这个没有意义 修行不是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修行是打持久战 不要太热烈 平平淡淡地修 反而能持久 这个色身有问题 你要怎么修都修不上去 还有个洗澡洗头的问题 现在人每天都洗澡洗头 这个其实很麻烦 第一你到山里 像五台山这些山顶 哪有天天给你洗澡的 你就受不了 第二天天洗澡 这个色身不健康 除了你有洁癖 觉得要洗了才舒服 那洗澡第一 身上有油脂其实是保护作用 用沐浴露这些洗 很容易把毛孔洗大 但现在人 太爱前景 这个也是大问题 看起来外在物质丰富了 这个色身就差了 要是能达到今天不洗澡 身心仍然很自在 这时你去行脚 去外出 就很会自在 像我经常组织朝拜就知道 有些人出门 才两三天 就扛住大厢小厢去外面 最关心的是住的 有墨有洗澡的地方 其实真的修行 人身上是不会臭的 不要吃葱蒜 不吃肉 吃的清淡一点 那个臭味是很少的 那如果吃的都很清淡 还是很臭 那就是有业障了 业障重的人 身上也很臭 你去看婴儿 他的口水其实不臭 淡淡的 但大人口水 就很臭了 这其实是色身染污了 色身染污后 就一直表现 口味越来越重 有的人吃东西 辣椒放很多 不然没有胃口 这就是口味越来越重 那就是肾气虚了 这就是经常熬夜的人 或者晚上不睡觉 去吃大排档 辛辣 就一大堆得吃 这就是虚了 真正肾气很足的人 吃的口味是很清淡 喝白开水都觉得甜 色身有染污的人 念大成经典 往往会头晕 有的人已参加药师法会 念药师经 他就拉肚子 这个是好现象 现在人六根染污严重 所以听的阴热要摇滚 吃的要辛辣 看的药很黄很暴力 这样子怎么能开发智慧 智慧药要开发 首先色身要清净 修行人他每天吃的少 但他色身清净 他能感受到天地能量带来的愉悦 这就叫法喜充满 http-blog.cna.com.cn-s-blog 下华线74c343100102vd0c.htm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规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